一整排的废弃警车整整齐齐排在一块 有些车门敞开 有些窗户被破坏 沿着涨满杂草的道路往前走 宛如影集英诗路会出现的末日场景 不过因为场面壮观 这个警车坟场现在已经变成了拍照新秘境 不只有model特地来外拍 甚至还有摄影玩家前来记录 也已经成为了抖音上的打卡地标 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特别开放 但不少民众还是把它当成秘境 来拍照 但现场不难发现 不止一台警车像他这样 玻璃已经被人恶意砸破 数一数 现场停放约50辆推移警车 就有超过30辆警车车窗被破坏 像这辆挡风玻璃往下凹 明显是被砸的 还有这辆是全被砸破 但明明送来的时候都好好的 似乎是被当成警车版愤怒屋 门窗电视酒瓶拿起铁锤球棒随你砸 之前就有业者推出发泄愤怒屋 有什么不满就砸 但这边这么多警车也被砸破窗 难道是谁对警方有不满吗 其实这些警车都已经到了退役年限 但还是公务 原本计划要上直接处网站拍卖 却因为二排都流标才会绽放在这 毕竟准备报废 警方也不会特别追究 但还是希望大家冷静 别搞破坏 TVBS宣传媒外演示不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再打赞 点赞 点赞